是 王妮亞沒有蓋好嗎 就是要先用粉蓋一蓋 不能 盡量不要刺激 其實是不刺 珠寶秀那些啊 高級精品秀他都不喜歡有刺激 我怎麼會用 應該有那個槍傷吧 好 下一位… 怎麼辦 被 好 等一下先 被射導罵了 小姐這個 麻煩你再停一下 轉成背面 要掉了啦 怎麼搞的 太緊了對不對 他們今天的泳衣的尺寸 可能有一點 也就是我們太敢他們 還是說 這個尺寸本身 對他來說比較小一點 所以剛才那個也是犯規對不對 因為剛剛那個補鉤的上面 好像露出太多了 吳品賢如果碰到這麼小 這樣怎麼辦 想辦法遮啊 但應該都不會穿那麼小 我們在…我們事前都會有適合 適合的時候就會看你衣服大小 是不是 他早上七點去發現太小間的時候 我們都前幾天就會F好啊 那如果真的的話 可能導演有時候會換模特兒 就是讓個子比較小的人來穿 所以如果你們看到這個模特兒的衣服 真的太憋了 你們會不會言語上面說 那你就少吃一個便當 導演的導演或是那個公司的後台 就會說你真的太肥了 然後像前一陣子還有導演說 就是他們就會直接這樣講 就是也是要刺激你讓你去減肥啊 所以沒有再客氣的 沒有再客氣啊 對身材這件事 而且因為你 如果你真的胖的話 你就真的沒有工作 廠商不喜歡你就不會挑你 而且我覺得夏天到的時候 每一個模特兒 就要非常非常注意自己的身材 而且模特兒的身材 就是你的商品 他們今天接到康謝邀請不就嚇壞 就是臨時通通他們要穿比基尼 我覺得應該平常他們就應該準備好啊 所以你剛剛有看到幾位 是有不合格的嗎 有一點 OK 所以如果是秀的話 真的走秀會被你唸 會被罵 對 可是如果他覺得說 吃得不夠飽的話 對身體也不好啊 就三個月去吃飽是不是 對 那你就去吃飽 你就不要做模特兒 你就去過你吃飽的日子啊 所以沒有任何理由可以這樣 沒有 因為這是你的工作 你對你的工作的專業 都不尊重的話那不行 OK 很嚴格 不過不好意思 是給他準備比較小的 對 是我們準備得不妥當 對 其實你身體很好 真的嗎 好 那下一位是哪一位 好 來 繼續走 來 謝謝 謝謝 就要思璇跟晴婉 如果一直在... 對啊 好可怕 你們不要一直講這壞話 不是 因為他前面褲子 不知道是鬆緊帶的關係 他走的時候 這邊一直打開 結果很危險 那如果通常我們就是 會彩排是膠或者是 有沒有 他剛剛走路這個前面 沒有注意到耶 沒有 因為他們是今天剛剛才試圈 我想導播應該也會說 對啊 我怎麼沒有拍到 對啊 所以是不是他們剛剛在穿上 比基尼的時候 就應該先把那些該黏的東西 都先黏好了 對 我不知道那邊要黏 因為看起來很緊的樣子 對啊 我沒有注意到 那個有開合開合 你還說那時候 他自己設計的一個小橋段 對 就你... 你還覺得... 對啊 我跟你講 你現在就不要用台步 走到那個地方去 可以擋住沒關係 你就走過去 然後呢 你轉身過來的時候呢 要走台步 因為小孩子要看開合開合 謝謝 好 你現在可以走台步 看到沒 有... 有 有 有 你眼睛很利耶 可是那很窄的空間耶 你可不可以像個正常人一樣 看秀就好了 沒有 可是如果你是Flo秀 你常常看秀嘛 有時候是真的就這麼近 對 這麼近的時候很危險 所以剛剛那個賽 你看秀的精采畫面 我覺得那算精采 對 因為每次看秀 都很難看到精采的畫面 對 因為你很近 我就想說 跌倒 對 然後或者說地板是整個是透明的 你就可以看到他們裡面的褲子 你什麼心態 對 Model台步要走好 氣勢很重要 你...你腳... 腳踩也太快了吧 他已經要跌了 他已經來不及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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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問題會幫你打馬賽克 不要珍惜 來 下一位是 打官 打官 好像Dogger比較難過 你...腳踩也太快了吧 你要不要 我覺得他氣勢很高 他比較... 他比較會走 為什麼 陳詩緣真的就是因為腳長就會走 沒有 我覺得他用的地方 用對力量 所以剛才... 剛才那幾位是 但是如果真的要講會走 我還是覺得他有點往後勤耶 可是他該走 妳再走一次我看看有沒有往後勤 好不好 妳說他這樣有點往後勤 妳說他這樣有點往後勤 就是重心 所以要再往前一點嗎 沒有 要直的啊 那張連傑 妳走走看 我看妳直不直 沒有 我都很... 害羞 他很害羞 他很害羞 為什麼他很像是行軍啊 對 他是... 他是這樣子的耶 可是其實每一個模特兒 都會有一點點自己的味道 那標準 最標準的時候 其實詩緣我常常講就是說 他是最標準的時候 台步的方式 但是比如說像連傑 因為他自己勤的關係 所以他走秀有時候 就有一點點自己的味道 手 因為他就是 你不太喜歡 那種 官家有一點僵硬 去要嫁青童的馬車 那莉亞妳跟法官一起走好不好 好 好 他很高喔 好有氣勢 為什麼這麼慢 好有氣勢 幸福新人 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速度不一樣 沒有默契 對 睡覺是誰的錯 新人的錯 慢的人的錯 為什麼是慢的人的錯 為什麼是慢的人的錯 沒有跟上 因為我要看一下他 你們要跟隨前人的步伐 黃莉亞再來一次 對 你要更快讓他跟不上 好 真的嗎 對 然後至於打籃球再帶我去 一、二、三 走 OK 快打起來了 嘿 回來 回來 好 左迴高到前面 踩王莉亞的腳 對啊 踩王莉亞的腳 好 所以 老實說她腿那麼長 她會比較快才對 對 可是她不可以比王莉亞快 對不對 沒有 就是兩個人走的話 就一定要默契嘛 對 所以兩個人走就是塗個腳步 要整齊是不是 對 那就跟軍隊一樣 不是 因為會有音樂嘛 所以你要在節拍上面 那通常高個你要走大步一點 才會好看 如果走太小步就會很小的家子氣 小氣 因為他們剛才走的時候感覺好像有風 就很有氣息 那那個山一定趕不上法官啊 那叫三步並兩步啊 來,你跟他一起走 我看 不一定啊,你自己步伐要大 法官,你不要等他啊 你就照你的步伐走就好 他一定會不上 因為他很肥 一、二、三,走 他一定會跳 來不及 回來 怎麼辦,他趕不上耶 不行啊,他想辦法趕上 這訓練他最好的方法 他趕不上他就被罵了 所以為什麼 你們這樣不公平 為什麼比較慢的比較被罵 不是,不是慢的被罵 是因為兩個要有默契 那他可以叫他等他一下 可是等他還是要在節拍上面 要不然沒有在節拍上面 那萬一他趕得上 可能他都是兩步 才換到他一步這樣子 就是小碎一步在走 其實通常是講話 就是,就是趕過去 這樣應該才會被罵 好敢喔 而且腳部還要一張 一樣 走錯還要再趕快 這樣會被罵 可是一般其實秀導 在安排的時候 會盡量讓身高差不多的 放在一起 OK 對,然後不會讓那個 高海懸殊太多 所以 王莉亞好像他們 個高的人真的走起來 比較壯觀耶 對,所以模特兒都會要求 比較高 而且法官妝好淡喔 可是他沒化妝應該也滿漂亮的吧 現在是我來參加卸妝單元好了 王莉亞當初是被公司 逼來卸妝的耶 沒有,他們就說 有你的好朋友一起來啊 就是要來玩嘛,試看看 所以當時別的模特兒有閃躲嗎 我不知道 因為他們是以電話通知 所以我不知道 OK,只有妳答應 對 可是聽說她現在好像卸了妝 之後也保養得算不錯啦 對